我是黎 黎今天要介绍一个高低压角 就是它这个压角 你可以看到它就是一个高一个低 然后我今天买的这个 这个 这个怎么讲 那个缝分 因为这个要叫缝分 就是这个压角这个边边这个 会比较快一点 然后一般在卖好 我记得这个会比较窄一点 然后 因为这个刚好我的师傅 他只有这个尺寸所以 就买了 你们可以很清楚看到这个压角 一高一低这样等一下我把布送进去 的时候呢 然后中间这个缝的地方 就是我要车缝的地方 这个压角常会用在 这个压角是属于那种 装饰用的压角 然后就是会车 比如说那种运动裤 运动裤在车 那个中心线的话 就会使用到这个压角 然后还有那个 记得上衣的地方 也会车用这个压角 然后车一个装饰的这样 所以我今天会示范那个 裤子然后跟那个压 压角 这两个那个 车装饰的那个 影片 那那个压角装好 你记得就是手要这样摇一下 就是推一下看有没有装的老固 要不然等一下你装 没有装的老固的话 那个针下来是会断掉这样子 好我现在要先拿 先拿 裤子 那一般裤子呢 它就是 我今天是做缩小板子 所以我想说这样 你可能会比较看得清楚 那一般裤子就是 它有这个中心线 然后你会看到很多那种 运动服的裤子 它们中间都会车一道 它们都会车一道 车一个中心线 然后做一个装饰这样子 那其实呢 用这个压角就很好测了 那中心线的地方 你可以像我一样 就是先整它一个那个直线 然后现在我们准备来车缝 压甲之后 你就把布靠进去 然后准备车缝 好 好 那你车缝好之后 把它打开 它就是会 中间就是会有这个 这个直线这样子 就是起来的 这一个线这样子 对 那裤子是太好做 我换出 那 我刚刚有先去试测 那它车好就是会像这样子 就是有一个那个 装饰的 装饰的那个线条这样 但是你可以不用像我说 一定要 要测这么直 因为测这么直 我也觉得不太好看这样子 那我现在先来示范另外一遍 那 你如果要测很多条 我会建议你就是先去拿去熨斗 整趟那个直线的痕迹 然后再来测缝会比较好 那 我就没有再要去整趟 因为这块布还蛮硬的 也蛮厚的 所以我就直接用手 用手带去熨斗这样 去做那个痕迹 好 那你折好之后呢 就把布放进去 靠着你的那个压角 靠着你的那个压角 那看好之后 就背车缝 那我 通常我一只手会在这里 另外一只手 我会拉着布这样 这样 这样测 好 测好之后呢 就把线筒剪掉 你会发现我头尾没有到针 因为那个 头尾的地方还要再接合 所以我就不到针 好 那测好一道之后 再换下一道线 然后 对我也是 大概用手这样子做一下 或者是测给你看而已 所以说有这个压角这样 那 我刚好也蛮 诶 跑掉了 再一次 那我刚好也蛮 蛮幸运的 就是 我刚好有认识一个那个 賣零件的师傅 然后我为什么他都 发现我耐心的回答 因为 我发现现在 那个 年轻一点的师傅好像就是 就是 让我觉得 姿态摆得还蛮高的之类的 所以我 跟我蛮好的师傅大概都是 比较年长一点的 对 我年轻的我也不知道他在摇摆什么 好 测好一到之后 我再测一次给大家看 好 然后 就这样 靠着你的压角 然后 通常我另外 那个另外一只手 会这样拉着布 但是 弹心布你不能拉得太用力这样 对 就是 诶 用抬脚 叫做 甘的 这样 好 这好就是要 把线头剪掉 好 然后我把它摊开来看 摊开它就是长这样子 就是会有一 一直线一直线的条 但是我觉得 如果你上一要做的话 我会建议你就是这样子 有脸做到那个弧度这样下 我觉得这样可能会比较好开一点 因为 这个这么直好像看起来怪怪的这样 我只是示范说 这个压角要怎么车 对 然后如果你要跟师傅买的话 你就说你想要买那个 车运动裤的中心线的那个 装置用的高低压角 那这样他应该就知道你在讲什么了 好 那今天这个影片就到这里 提出了 谢谢